下面我们来看的是第六摩 桥面防水系统的施工技术 关于桥面防水 请注意看各位同学 其实它这一摩应该放在哪里讲比较好的 就是说我们整个上部结构 就是这钢筋混凝土的两板都已经施工完了 然后再来讲前面防水比较好 其实这也没关系 我给同学们捋顺一下这个思路 咱们整个桥栏工程下部结构作业完毕 然后进行上部结构的施工 也就是说钢筋混凝土的两板施工 那你施工完了能不能通车呀 不能通车 因为还得做桥面铺装 请注意看 桥面铺装整体的断面图是这种的 这是两体 上面要做混凝土找平层 上面要做防水层上面要做沥清混合料的面层 然后才能够通车 所以那这一块我们重点讲解就是谁呀 这里面的防水层 防水系统 那这个防水层它有两种材料 一个是我们进行铺设的防水卷材 一个是涂刷的防水涂料 下面我们来看的是基层要求 第一个点基层要求 同学说东老师这晕了 为啥晕了 你这道路工程才有基层啊 你桥梁工程怎么又跑出一个基层啊 其实你把第一句话给读完 你就知道这个基层是哪一个层位了 基层的混凝土强度应该达到设计强度80%以上 方可进行防水层的施工 所以说这个基层体现的哪啊 混凝土强度 那把刚才的图你再画一遍 这是两体上面做混凝土找平层 防水层 然后你就知道了 这里面涉及到混凝土的结构层 不就是整平层吗 所以这也叫啥呀 基层 它俩是一个意思 两种说法而已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基层当中的混凝土强度 达到了这个点 那就可以进行上面的防水层作业 基层混凝土的表面粗糙度处理 以采用抛丸打磨 那啥叫抛丸打磨 注意了 基层的混凝土 它的表面应该具备一定的粗糙度 这样才能够与上方的防水层形成更好的连接 所以我们怎么具备的粗糙度呢 那就是啥 抛丸打磨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的 当防水层施工的时候 因为施工的原因 需要在防水层表面 另加设保护层及处理剂时 应该在确定保护层及处理剂的材料前 进行粒青混凝土与保护层及处理剂间 保护层及处理剂与防水层间的粘结强度模拟实验 这一段话读的挺累 我读的都挺累 那你听起来是不是更晕了 这里面你别晕 你首先给我找到一个点 他提到的保护层及处理剂 它在哪儿 这个很关键 防水层的上面是粒青混合料的面层 说这个保护层处理剂在哪儿呢 就在防水层与粒青混合料面层间 在这儿呢 说这东西它有啥作用 有了保护层机处理剂 就会与下面的防水层粘结好 有了保护层机处理剂 就会与上面的粒青混合料面层粘结好 归根结底 谁和谁要粘结好 粒青混合料的面层 要与防水层粘结好 所以它还有一个专业的名字 叫啥层 叫做粘层 这明白没有 它就是粘层在哪儿呢 在防水层和粒青混合料面层间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混乱了 关于基层处理 基层的处理剂采用喷涂法 或者是刷涂法来施工 那基层处理剂一定是在哪儿呢 一定是在我们这个整平层 混凝土的表面 啥玩意儿 为了增强防水材料与基层之间的粘结力 听见了吧 这图你再画一遍 你又不懂得画 两体 上面是基层 就是找平层 上面是防水层 基层处理剂在这儿呢 有了它就与防水层粘结力就好了 在防水层施工之前 预先涂刷在基层上的涂料 在这儿 不同的防水材料对应着不同的基层处理剂 喷涂基层处理剂之前 应该采用毛刷 对于桥面的排水口玩 转角这些地方先处理 就是说你应该先处理的是局部地区 然后再进行大面积的作业喷涂 大面积的基层面的喷涂 当然你在涂刷范围内 严谨各种车辆行驶和人员的踩踏 那基层就结束了 那基层上面是啥呀 防水层 防水层两个 一个是卷材 一个是涂料 关于防水卷材的施工 这里面所设计的知识点 它有 我就说这个选择就不说了 肯定是容易考的 按立体考怎么考的 应该是以改错的形式来考 就是事件一 针对着防水卷材的施工作业 它给了一个描述 但是这一段的描述 它里面包含着几个错误 你给我找出来 你比如说 我们进行了防水卷材 大面积的铺设 然后在我们去寻找一些 这个节点 转角局部的处理 那对不对 那就不对 对于防水卷材的铺设来说 也是先做好局部地区 节点 转角拍水口 来处理 然后在大面积的铺设 下雨下雪 风力大雨等于五级 严谨防水层施工 当施工中途下雨的时候 那么已经铺的卷材 做好它的周边防护工作 第三点 铺设防水卷材 你任何区域的卷材 不得多于三层 最多铺几层 三层 搭街的街头应该 错开500毫米以上 卷材又形成搭街 但是我们层一层之间的搭街 位置 它能不能在一个位置 不能 你在一个位置 它就形成了通缝 你像我们这本教材当中 任何章节从前往后学 只要出现了搭街 那都不能够形成通缝 沿紧沿道路宽度方向 搭街形成通缝 注意啊 不能形成通缝 为啥 漏水呀 铺设防水卷材 平整顺直 搭街的尺寸要准确 不得扭曲褶罩 卷材的展开方向 怎么展开的 要与车辆的运行方向是一致的 你车辆不是纵向行驶吗 那我就沿着纵向开始铺啊 采用沿着桥梁纵横铺 从哪往哪铺 从低往高来作业 这是通用的 整本教材都是这个样子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去年案例题 就说到这又说到真题去了 你像我们这个在第五章管道工程 给水排水管道那里 我说咱这污水管 你要铺的话 从哪往哪铺 我讲到那里的时候 一定会给同学们再叙述的 从低处往高处来作业 你像我们去年的案例题 那不两个井吗 那高层的根本不一样 你从低的开始干 所以他问你从哪块开始作业 这个点呢 现在就已经提到了 啥呀 这本教材都是通用的 都是从低往高干活 低往高处铺设 谁呀谁 高呀低 说东老师我不听他的 我高压低行不行 看着 卷材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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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低 这是没问题的 说那我不听你的 我低压高呢 我反过来 低 压高 为啥不行 你这水不进去了吗 哎 所以都是高压低 防水的 刚才这卷材这还有涂料施工呢 大同小异 你卷材呀 是雨天 你不能作业 那我涂料呢 你都是防水材料 也不能在雨天作业 严谨雨天作业 说涂料防水层内设置的胎体增强材料 也是顺桥面行车方向铺铁 就是纵向 这里面同学不理解 啥叫胎体增强材料 这啥意思 你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你就从字面意思翻译 你还翻译不出来吗 字面意思翻译不 哦 在防水层内 我有一种增强材料 这防水层内 就是胎体 就是体内 体是谁 就是防水层内 这不就完了吗 就是说在防水层内 我加了一个增强材料 啥玩意儿啊 化线无纺布 玻璃纤维网 所以用哪个的比较多呀 当然用波纤网的比较多了 一种增强材料 那你这个增强材料的铺设 这是铺哦 增强材料可不是涂 防水涂料是涂刷的 那它咋铺 行车方向开始铺 从底往高铺 高压低 一样 防水涂料 其他相关要求当中 防水层铺设完毕之后 在铺设桥面 沥清混凝土之前 严谨车辆 在其上行驶 和人员的踩踏 并应该对防水层进行保护 防止超时和污染 涂料防水层 在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之下 不得在防水层上 进行其他的实用作业 或者是直接的堆放物品 这都比较简单 这没有啥解释的 防水层上 沥清混凝土的摊破温度 应该与防水材料 耐热度相匹配 那好 这回就有两种情况了 说咋两种情况呢 第一种 这个是防水层 它的材料是防水的卷材 上面要进行 沥清混合料的摊铺 那摊铺温度呢 摊铺的温度 应该是高于防水卷材耐热度 10到20度 但是控制在 这个 170 温度也不能太高 说为啥 你要比它温度高呢 因为只有上方 沥清混合料 摊铺的温度高了 高于你防水卷材的耐热度 那我的卷材阶槽 才能出现更好的融合 第二种情况 我不是防水卷材 我是防水的涂料 那这回你沥清 混合料的摊铺温度 就不能比它高了 为啥 你要再比防水涂料高 这个摊铺温度又高 那么就会致使涂料 它已经失去了防水的意义了 融化了 所以它的要求是 沥清混合度 它们温度 应该低于防水涂料 耐热度 10到20摄氏度 关于质量验收 桥面防水施工 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从事防水施工 验收检验工作的人员 应该具备规定的资格 防水施工验收 应该在施工单位 自行检查评定的基础之上 首先应该做自检工作 而且咱们的验收 是不是说 我们最后做整体验收 不是 按照时空顺序 分阶段验收 一段一段 你作业一段 验收一段 作业一段 验收一段 你不能说 我整体都作业完了 再来做验收 不行 这块是个重点 我告诉你啊 这块考试咋考 正儿就是一道选择题 那可不是一道选择的 它是一道按理题的考点 这是两体 上面是混定图找平层 就是基层啊 这是防水层 这是沥清混合料面层 初题者就针对这个 桥面铺装的断面 它的考题是这种考法 你仔细听啊 在一件当中 第一种考法 这不是结构断面层吗 它给你抠掉了 换成AB 它问你这 结构层当中 A和B是哪个结构层 你给我补充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 就是从头到尾 它的一个施工程序 是什么样的 你得会排序 第三种考法 这每一个结构层 主控项目都是啥 整平层主控 防水层主控 力清火料面层主控 主控项目又是啥 是三种考法 第四种考法 就单独的考 咋考 说你这混定图整平 说这是A 没有混定图整平 就A 说A结构层 名称 你给我补充上 验收项目 那你写出来 所以这是第四种考法 第五种考法 针对防水层 它又单独考 咋考 案例题当中 给事件一 进行了一段的施工描述 都是错误的 你给我改过来 找出错误之处 并指证 第二种考法 就是针对这个结构层 第二种考法 问你 这个结构层叫啥名 它有哪些验收项目 所以这里面的案例题 针对整个全面铺装 它的变化非常的多 希望同学们 引起高度的重视 那这几个点 我们讲过没有 全讲了 你沿着刚才我提问的 这几个点 111都给我写出来 那看看这个 东老师 混定图整平层 它的验收项目是啥呀 验收项目 它包含着两个 一个是主控 一个是一般 主控是撒 含水率粗糙度和平整度 那粗糙度的铁定 得是主控 为啥 因为你的混凝土 找平层 表面应该具备一定的粗糙度 咋来的 泡完打磨 还有一个一般项目 外观质量 所以如果你验收项目 你应该写几个 你应该写四个 你要少写一个就丢分了 那防水层呢 防水层检测 包含着材料到场之后的 抽样检测 到场 来一个抽样检测 现场 时空现场 还应该有个检测 两个 那是东老师 那我 防水层验收项目 验收项目是啥 也包含着主控和一般 主控是两个 粘节强度 涂料的厚度 那么还有一个是啥呀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是 外观质量 特大桥 我问你 啥叫特大桥 你说 东老师我忘了 啥叫特大桥 你不能学过的知识点 学一个忘一个吧 从多孔跨境角度来说 超过了多少米 1000米 10138 单孔跨境 15425 150 150米 是吧 超过了 那就是特大桥 桥梁坡度大于3% 等对防水层有特殊要求的 桥梁 可选择进行防水层 与沥清混凝土层 粘节强度 还有抗减强度的检测 那么关于这一幕 我们来看一看选择题 第一道题 在进行桥面防水层施工之前 关于基层混凝土强度 和平准度的时候 说谁呢 说混凝土找平层 说那个混凝土呢 说正确的是 说达到了 摄影强度百分之多少以上 才能进行防水层的施工啊 这个数字我们知道 80% 所以C和D 60%我们就排除了 接下来又是一个数字 这平整度是大于这个要求呢 还是不大于这个要求呢 平整度大于还是不大于 这个点 我们刚才课件讲解当中 有没有啊 没有 那你给它记住就行了 不大于 所以选择第二个 这是一道选择题 关于桥面防水施工 质量检验 规定 有啥错误的 桥面防水施工 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从事防水施工检查验收 工作人员具备规定的资格 防水施工验收 在施工单位 自检 基础质上进行 正确 防水施工验收 在桥面铺装层完成后 一次性 应该是分阶段进行验收 桥梁防水 混明土基层 施工质检 主控项目 谁 混明土 找平层 那主控项目一定得有谁 一定得有粗糙度 还有平整度 还有含水率 所以这是主控 不包含外观 外观属于一般项目 下面我们来看的是第七目 讲解的是支座 还有伸缩装置的安装技术 先来学习这个支座 当然支座是各式各样的 支座呢 在哪呢 它的位置 它有啥样的作用 首先来看位置啊 是连接桥梁上部结构 和下部结构的重要结构部件 上下部之间做连接 它位于两体和电石之间 那说这个点我们学过没有啊 前面在讲到桥梁的基本组成时 不有一个组成是支座系统吗 那个支座讲过 请注意看 这个呢 是我们的盖梁 就是它 盖梁 盖梁的上面 这个混定土块 称之为啥 电石 在这个图里边不明显 电石的上面是这个支座 支座的上面是两板 所以对于支座来说 是两体和电石之间 那位置找到了 它能够将桥梁上部结构承受的核载 上部结构有车辆行驶 产生了核载 干啥 到了支座 支座也不要 再往下传递 把这个核载传递给桥梁下部结构 所以它的作用之一 就是一个啥 传递核载 这是作用一 还有呢 还有啥作用 这个支座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啊 你不能说我两体往上一放 你支座破坏了 开裂了 这是传递核载啊 支座对桥梁的变形 约束又尽可能的小 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看 两体上方产生了车辆核载 那我这两体必然会变形啊 那么下面的支座 你能不能够限制人家两体的变形啊 不能 你要限制两体的变形 就会导致两体发生结构性的破坏 所以它告诉了我们这句话 对两体变形的约束尽可能的小 以适应两体自由的伸缩和转动的需要 所以我们支座的作用到这里面 你就可以简单的概括 一传递核载 二对两体变形 约束小 这句话你要换成另一句话 就是维持桥跨结构的变位 啥意思 我没有限制你 当然了 支座还应该变于安装 还有维修等等 下面看桥梁支座的分类 支座呢 按照变形的可能性去分 有固定支座 还有活动支座 活动呢 有单项 也有多项的活动支座 从材料角度去分 钢支座啊 居私服以西支座 还有橡胶支座 这个钢支座就是钢板 东老师那是橡胶支座 是不是就是橡胶啊 不是 这个橡胶支座啊 是一层橡胶一层钢板 一层橡胶一层钢板 它们最后呢 是硫化合成 这是橡胶支座 那对于巨私服以西支座呢 在橡胶支座的表面 你给我粘上去 两毫米左右一个厚度 这个厚度是啥 巨私服以西 所以它就变成了 另一个支座的名字 叫做巨私服以西支座 巨私服以西这个材料啊 是二战期间美国发明的 后来解密了 有了今天的这个市场地位 说巨私服以西这个材料好不好 不好 它有个外号叫塑料之王 所以它属于高度的致癌物质 当然说这么多是了解一下 按照枝子结构形式区分 弧形支座 还有摇轴 还有我们滚轴支座 橡胶支座 球形 钢支座 拉牙支座等等等等 支座 按照其哪些点 去选择呢 按照其跨境 它的结构形式 反例的立直 支撑处的位移 还有转角的变形值 我们去选举不同的支座 那么在整个城市桥梁当中 就是咱们市政工程的一桥梁当中 常常用到的支座 那就是板式 橡胶支座 还有盆式支座 关于支座施工 这是个重点 说支座的安装 平面位置 顶面高层 必须正确 这个点可以考案例的 考过没有 没有 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安装类的构劲 安装完你要做检查 前提是安装类的 当然一句是 你不是安装类的做检查 也可以相似的点 往上去写 安装类的一个构件 安装完就要做检查 检查啥 说董老师 那我就不知道检查啥了 你就画一个图 横向 我们称之为X 纵向 我们称之为Y 还有一个是 竖向 这是Z X和Y 就是横与纵 构成了这个物体的平面 这个Z 我们就称之为高层 或者就标高 都可以 所以任何一个安装类的构件 你往这一放 说你检查啥 检查其平面位置 检查其高层 那平面位置 高层 我这块写的XYZ 三项 你考试可别写这个 说我们制作安装完 做哪些检查 你给我写 检查其XYZ 三项 那对不对 不对啊 X和Y 给我换成平面 Z换成高层 第三点 之作滑动面上的巨四幅 以西滑板 还有不锈钢板位置应该正确 说这都什么意思呢 咱们一个点一个点的来看 别着急 这个位置是第一个 这是橡胶之作 之作在哪呢 之作在电石的上面 好了 那我们就找到了 这个是 之作 橡胶之作 它的下面 是电石 那之作的顶面呢 加上巨四幅 以西滑 其实它就变成了巨四幅 以西之作 然后呢 然后再给我加啥 加不锈钢板 说这个是啥 这个你可以称之为 不锈钢板 然后其实还加 加啥 加之作的上钢板 东老师 这都啥意思 电石不说了吧 电石是支撑着之作的 之作 橡胶之作 上面有一个巨四幅以西板 它其实就是巨四幅以西之作 到这里都没问题 问题是啥呢 你这个不锈钢板 在 注意啊 巨四幅以西滑板的顶面 又加了一个不锈钢板 这不锈钢板是干嘛 其实它的作用主要是起找屏的作用 也说什么叫找屏 就是说我们的表面 如果涉及到有缝隙 那你可以通过不锈钢板来进行找屏 你把这个缝隙给我堵住 那你的最上面这个点 你这个支撑的上钢板 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 支撑着谁 支撑着两体 所以这个过程啊 我们都了解了一下 接下来这块又是重点 第五点 敦台帽 盖梁上的支撑电石 和档块 以二次焦度 电石又就不说了 咱画一个图 这个呢是盖梁 盖梁的两端 突出的 这个叫啥 这叫档块 电石是在盖梁的顶面 而这个档块 是在盖梁的端部 在哪呢 在这个图上 注意看 横向有一根梁 盖梁 哎 两边突出 那这个就是啥 叫档块 也叫做防震档块 考试的时候问你了 这个东西是A 叫啥名 防震档块 或者写档块 第二问 什么作用 那我说一说吧 啥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档块 你看看啥后果 这是电石 这是枝座 上面是梁体 你没有这个档块 这梁可能就 找到了横向移动 甚至是掉落 都有这种可能性 那是东老师 那我知道了 有了这档块 这作用我就明白了 防止梁掉下来 你说你这么写给分不 不给分 太土了 所以我们专业一点 怎么写 避免两体发生横桥向位移 这是它的作用 关于板式橡胶支座 支座安装之前 将电石的顶面清理干净 这是电石 电石的上面要安装 我们橡胶支座了 首先你的表面清理干净 没问题 那你电石的顶面 如果不平 这怎么办呢 不平 用干硬性水泥沙浆 给它抹平 说你干硬性水泥沙浆 能抹平 那具备了一定的承载力 说明你这干硬性水泥沙浆 强度啊 就是承载力啊 钢度啊 都没问题 那它这个东西有啥特点 用八个字来形容 手握成团 落地就开花 所以你告诉我 摊落度是大呀 还是小啊 摊落度小 这是干硬性水泥沙浆的特点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找平了 还得看上 看顶面的高层 所以我们电石的顶面标高 一定是符合要求的 然后才能按制作 两板安放时位置准确 且应该与制作密贴 如果就位不准确 或者说与制作不密贴 必须重新起调 采取电钢板等措施 并应该使制作的位置 控制在允许偏差内 不得用撬棍移动两板 这点东老师我怎么理解 你看着啊 我给你画个图 这个位置是织作 织作的下面呢 是这个电石 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电石 上面是织作 当然电石在哪呢 在盖梁上呢 这是盖梁 织作上面是不是放两板呢 好放两板 这两板一放 呈现这种局面 这一面的两板一放 呈现的是这种局面 哪个好 当然是这个好了 为啥 因为中间没有缝隙呀 这就是两体与制作密贴呀 那我这个呢 你这两体跟制作没密贴 这会儿有缝 东老师有缝我不怕 我用撬棍移动移动两体 行吗 不行 不得用撬棍移动两体 那怎么办 把这个两体给我重新起调 必须重新起调 调起来了 那你这个位置有个缝怎么办 哎 就我垫上去钢板 然后两体再给它 这个起调安装啊 就是重新再落下来 所以那电钢板 明白了没有 啥意思 就是避免了制作和两体之间 不密贴的这种情况 就是让你密贴了 说这个东西类似于啥 如果从生活常识的角度来说 就是那个 你比如说 你坐的这个椅子呀 是木头的 这个椅子呀 总在晃动 你就找准那个缝的位置 给我往里面钉蝎子 蝎子钉进去了 那椅子就不晃动了 所以它俩是比较类似的 再来看 刚才是板式橙胶制作 还有啥呀 盆式橙胶制作 那这个点啊 我们还得一分为二 为啥一分为二 有的是 线胶梁 盆式制作 还有一个是 预制梁 对于第二点是重点 但是第二点当中 又有很多同学理解不了 说这里面描述的比较混乱 各位同学 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描述几个知识点 它混乱的时候 没关系 你就画图 全给它解决掉了 你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举个例子 说在防水那里讲的 说这个保护层级处理剂 那一段太啰嗦 最后你看我们画个图 说非常清晰的给它梳理掉了 这是一个 说刚才 垫这个钢板 要密贴 用翘棍一动 听起来比较啰嗦 你画一个图 全证明 那东老师 那这个点 听起来也是不理解的 制作旧位部位的电石凿毛 清除预留毛双孔中的杂物和积水 安装灌浆用的模板 检查制作中心位置及标高之后 采用重力的方式进行灌精 为什么要灌精 用模板干嘛 这个预留毛双孔啥意思 为什么要着毛 你看这几个点 是不是都不理解 咱看看图就知道了 说第一个点 预留的毛双孔 你看我这个织作 这种盆式织作 它的下面是有四条腿的 这四条腿得下落吧 正好我这块有四个预留的毛双孔 明白了 这东老师我终于理解了 预留的毛双孔 是我织作的 这个底下四条腿要插下来 好了 预留毛双孔 那你这个预留毛双孔有了 织作的腿已经插进来了 周围有没有缝隙啊 有啊 这缝隙你不能留着呀 晃动啊 那怎么办 所以我要灌江啊 你灌江属于新火灵土吧 你这个位置是老火灵土吧 哪啊 电石啊 这位置是老火灵土啊 怎么办 所以凿毛啊 凿毛啊 这属于新老火灵土交接 对老火灵土做凿毛处理 然后刚才董老师说了 那凿毛了 可以灌江了 灌江就跑江 跑江就得有啥 有模板给我定型 你别跑 这会就听懂了吧 所以你反过来 你再来看这句话 你能理解不 说 知作就为不为谁在做凿毛啊 电石呢 属于老火灵土 当然做凿毛了 因为我日后要灌江 清除预留某双孔当中的杂物和积水 预留某双孔我也明白了 这里面得干干净净的 周围呢 得给我按上模板 不能跑江 然后我用重力的方式往里面灌江 使其固定 这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现胶凉的 还有啥呀 预制凉的 你看我这个凉体 刚才那个凉体啊 当然是模板 钢筋 胶筑混凝土 我这凉体已经在预制厂 预制好了 那是我这支座 跟它咋连接的呢 你看啊 预制的凉体 在生产过程当中 按照设计位置 预先将支座的上钢板 预埋在凉体内 这是钢筋混凝土的凉体 下边有个支座的上钢板 给它埋在这了 那支座呢 支座就找到这个上钢板 施工现场调装之前 将支座固定在 预埋钢板上 我找到了这个预埋的钢板 支座与它之间进行连接 怎么连 是不是焊接的 不是 螺栓连接 用螺栓给它拧紧 那剩下的点呢 剩下的点 跟刚才涉及到 现胶梁的描述 几乎都差不多了 说预制梁缓慢掉起 将支座下锚杆 这个支座下锚杆 对准我们盖梁上的预流口 然后开始落梁灌浆 那你灌浆有没有模板呢 当然得有模板了 所以盖梁上要安装 这个支座的灌浆模板 关于支座施工 质量检验主控项目 关于教材的这个点 我给你罗列成了这样的表格 所以你看我这表格就行了 就是你看教材 一段一段一段比较啰嗦 我们一个表格给它 涵盖进来 主控项目 涉及到你支座进场 这个做检验是主控 还有什么是主控 安装之前检查跨距双孔的位置 这都是主控 高层 来我给你画几个点的高层 这个位置是盖梁 盖梁是不是有顶面 这是啥 电石的顶面 这是啥 这是支座的顶面 支座顶面 电石顶面 盖梁顶面 三个顶面 那谁是我们的主控啊 电石顶面高层是主控啊 好了 然后涉及到的平整度 坡度坡向是主控 密贴 谁和谁密贴啊 两体跟支座要密贴 支座跟下方的电石也要密贴 所以这密贴是主控 间隙呢 小于等于0.3毫米 再有 支座毛栓的埋身和外流长度 要符合要求 毛栓 应该在其位置调整准确之后 顾及 毛栓与孔之间隙 已须填导密实 制作的粘结灌浆和润滑材料 要符合设计要求 这也是主控 所以这张表格大家多看一看啊 同时你在看的时候 把检验方法也看一看 别忽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